被交往七年的男朋友劈腿了七次 那妳覺得妳現在如果遇到有人劈腿 妳還會原諒他嗎 看情況吧 現在在那邊完成我們在新義野餐的夢想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DraftLand 然後DraftLand的話 它就是有野餐的活動 然後現在我們的美術顏值擔當呢 就在幫我們搞這裡有的沒的 是這樣是不是 找到地方放 找到地方放在我身上 這是我好朋友 我高中同學 Joe也是DraftLand的人 請看 Omi的成果 這是在新義街頭 米感性 我們現在要來去抓路人 跟我們一起聊天 野餐 然後這邊是DraftLand 這邊點完之後呢 我稱這邊為DraftLand大道 我們現在要去抓第一個陌生人 剛才有關台有酒喝嗎 有酒喝 我跟妳講 哇哇哇哇 好 好妳是很愛喝酒是不是 嗯 墓地島上的喝酒 怎麼說什麼樣的墓地要喝酒 妳今天想要循環一下 不行啊我去韓國的街霸喔 好妳去韓國街霸 然後看到一個人很帥 然後跟他去睡覺 吃辣椒 What 這有酒喝嗎 有酒喝 嘿妳真的是很不錯 果然是能夠跟別人直接去吹喇叭的男人耶 開始 好喝一點喔 很高興認識大家 之後可以在Youtube再看到自己 我的IG是 KAMG WOO HAMG C01 我是巨蟹座 我喜歡天蠍男跟獅子男 新功能好很重要 我是0號我找1號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我們這裡變成沛隊節目啦 被交往7年的男朋友 劈腿了7次 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妳還可以在一起7年然後忍受他原諒他6次 因為大學那時候是異地戀吧 可能他這邊就很孤單寂寞 然後就跟他同校的同學劈腿 本來是要分手他就挽留我就答應你 然後後面他們又還是繼續在一起 我就決定分手 分手之後他女朋友就跑來找我吵架 他說他屁了我跟妳吵架 妳是正宗欸 那妳覺得妳現在如果遇到有人屁股 妳還會原諒他嗎 看情況吧 哈哈哈 我請妳喝一杯笑 我請妳喝7杯 這是最荒謬的故事嗎 高中的時候不懂事 那時候還是在自我探索 覺得說AM可以跟女生在一起試試看 好前提是我 我是給 我看得出來 謝謝 謝謝 我看得出來 就是覺得那女生還蠻酷的 我跟她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三個月之後 發現說好像行不通 我們看到分手 分手完之後 她就變成T我就變成Gay 她想試試看說 她有沒有辦法跟男生在一起 我想試試看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跟女生在一起 分手之後我們發現說 哇 各自的世界非常擴大開了 哈哈哈 然後上禮拜我去看 蔡依林的演唱會 我跟她跟她的女朋友一起去看 哇 請妳喝 謝謝 不過我這很興趣 因為 Istanbul是一個很瘋狂的地方 台北是很安靜的 很安全的 然後人們都很適合 對 所以我覺得很興奮 對 這是妳很興奮的故事 對 我有一個朋友 國二的時候 她雞雞只有3公分 她現在25歲 雞雞長到20公分 所以妳國中的時候看過 對 然後還量過 對 她講的故事是真的嗎 蛤 蛤 不知道 還是妳要量一下 不要 耶 謝謝大家 謝謝每個人的分享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真的是 開我單觀 非常感謝DraftLand DraftLand 真的是我看過 真的最不像狗爸的一個 你看 後面這地方 他們還在幹嘛 在丟沙包 還有這個野餐店 前面歐明那邊 弄的那個很辛苦 網美野餐店的野餐館 這也是他們長期的活動 就是如果你想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就直接在DraftLand那邊 然後跟他們要說 你們要野餐店就可以了 那你們就可以盡情在野餐店上面玩賞 好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我們 謝謝你們 謝謝DraftLand 掰掰 其實我只有在大陸被搭訕過耶 好像在咖啡廳 然後我們要走 然後那兩個女生就有追上來 然後就跑回來說 可以要妳的微信嗎 微信 不是微信 然後我就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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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